现如今辅助驾驶都快成了各款车型的标配 请问各位 辅助驾驶用着究竟顺不顺手 能否真正做得省心 放心 家长拍了这么多年的车 也建设到了不少冒充所谓辅助驾驶的 虽然说配置表你一看 什么配备了全速与自身性巡航 主动刹车 车道保持 好像都有配备 但是一看硬件 单频毫米波雷达 声波雷达 再或者给你配上一颗视觉摄像头 就能够实现真正的辅助驾驶了吗 别再天真了 一分钱一分货 辅助驾驶真的不是仅凭几个硬件加算法就能够实现的 咱们也看过一些专业的机构测试的四五十万的一些车型 辅助驾驶在不同的天气条件下还能区分额三六九等 更别说二十万级或者说更便宜的车型了 那么如何在选车的时候 火眼睛睛选择一款靠谱的辅助驾驶配置的车型 家长也给大家分析一下 首先在车头的豪米波雷达以及泊车用到的超声波雷达 这种硬件算是非常普及的了 但是光有前方具备还不够 像现在很多车型为了支持更高阶的辅助驾驶 还会搭载更多的豪米波雷达 比如说主打家庭出行大六座豪华SUV 卫排的蓝山 它的豪米波雷达覆盖车辆的四角总共有五颗 视觉摄像头最多给到了九颗 加上其他的传感器总共感知硬件可达到26颗 所以单从硬件数量来看 已经超过了同价位级很多的SUV车型 而单有硬件还是不够的 辅助驾驶的智慧能力主要就看算法 为什么都说特斯拉的辅助驾驶是行业的标杆 尤其是特斯拉在国外部分地区已经开放了L3级的自动驾驶 因为它的数据库很完善 把自动驾驶算法磨练的相当的老到了 虽然国内特斯拉没有让它那么的神话 但是咱们国产的品牌 比如说卫排的咖啡跑里的2.5系统 截止到上个月 卫排蓝山高速NOH智慧领航辅助驾驶总里程 也达到了62万公里 总时长达到了6190个小时 自动紧急制动系统使用了1.6万次 自动辅助驾驶激活了23万次 而这些实测数据 就是在不断地去扩大它的算法数据库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数据基础 蓝山的辅助驾驶才能很快地得到OTA升级 比如说在原先L2级辅助驾驶基础上 新增了可与高精地图相匹配的智能进出扎道功能 咱们高速行驶的时候准备出扎道的时候 车辆就会自动地提示 并完成一系列的动作 与此同时还增加了智能避让会入口功能 比如说上述咱们车辆在自动入扎道的过程中 最右侧车道有车辆 无法及时地并入 那么车辆会主动地减速 选择合适的安全的时机再介入车道 也会在此基础上增加智能辨别一混差入口功能 同时遇到多个相近的入口 它会第一时间做出精准的判断 自动避开错误的入口 避免走错扎道的情况发生 还新增加了智能变道保护 如果说在自动变道过程中后方有快速驶来的车辆 经过车辆的运算 得出结论并不能安全地并入该车道 那么此时会终止并限 降低追尾风险 保障安全性 同时这样功能还能实时监测 后方是否有超宽的大货车驶来 避免发生危险 除了上述增加对辅助驾驶的这些功能而言 更加贴心实际的功能以外 还对驾驶员的疲劳监测进行了升级 而这些新增加的功能就是通过未排阑珊 OTA升级得到的 我相信随着更多用户的实际道路参与体验 以及厂家对更多测试数据的优化上传 这套未排咖啡Polet 2.5 它也会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优化 让这台车的辅助驾驶永远都能走在最前列 而用户数据库的增加 也得益于未排出色的销量 阑珊上市两个多月 总销量过万 作为一台中大型混动SUV 这个销量还是非常优秀的 从侧面也能看到 当前国内消费市场对大六座家用SUV的需求 三排大空间 第二排头脑舱机独立座椅 混连四驱省优 且综合续航可达到1200公里以上 未排阑珊是一台能够满足家庭出行的大六座SUV 我是鸭梁 关注我选车教你 精打细算